让我们在地图上做所谓的放大缩小的动作 Map Controller 那另外的话还有个所谓的Geo Point 这个Geo Point 我们我刚刚也有跟各位讲过 因为在地图里面 地图里面产生的经纬度会是到小数点的到第六位 可是呢 Google地图它要的不是小数点 它要的是整数的值 整数的值 所以你必须要把经纬度取得的这个值 再乘上10的六次方 就是再丢给Geo Point Geo Point才能够处理 OK 所以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增加了这个Map View跟Map Controller 还有一个Geo Point 那原来有个Map Activity 总共会有四个这四个元件 而这四个元件也隶属于我们的 这个Library里面 我们UseLibrary里面 有用到的这个Google Map的Library 程式库 好 第一个了解这个使用的元件之后的话 再来我宣告Map 然后呢 还有一个Map Controller 两个宣告两个物件 那这两个物件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的部分 接下来的话连结 因为我们画面上面需要用到这一个Map 那这个Map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View里面有个Map 我刚刚有右键AdID 名称的话就是Map 那实际上翻译把ID找到它 再来的话呢 利用那个MapControl MapController 那MapController我怎么得到控制器 特别注意 在Map Map点 后面有个叫GetController的方法 就可以得到控制画面的这个RuneInRuneOut的一个动作 那这里面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取得这个MapController之后的话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呢 利用这个MapController做什么事呢 帮我把它SetRune 就是呢 设定RuneInRuneOut 就是放大缩小 然后呢 我的倍率17 那当然你这个数字呢 可以再加 比如说加一个按钮好了 你可以控制它的大缩放 RuneInRuneOut 那它的倍率的话呢 就是从1到21 最 就是最远到最近 1到21 那我们大概给17就好了 接下来呢 我要把什么呢 经纬度设定到哪里呢 设定到我们的那个劳工活动中心 那所以我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经纬度在哪里 那我要怎么知道 我现在经纬度在哪里 其实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你直接到哪里呢 GoogleMap上面 你直接打一下 这边的话 打一下 这边的话呢 你就直接在这里 找到什么呢 打一下新北市劳工活动中心 然后呢 这边就有个A 你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 会出现这里有什么 点下去 就会出现什么 我们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纬度 这个是经度 那请各位 把这个纬度跟经度呢 放到我们的城市里面 那特别是 所以我刚刚讲过 我如果要让那个Map Control呢 移到那个位置上面去的话